离太子 耶律千千更是云里雾里的不明白 这老不死的到底在说什么呀 你说不说 秦嬷嬷可没那么好的耐性 她跟了东秦女皇大半辈子 多的是阴险残忍的手段 她所有的慈爱 全都只给了她的离太子 你们不是西良人 你们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耶律千千大叫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推开秦嬷嬷便要跑 可是前脚才刚刚踏出去 立马就被秦嬷嬷给拽了进来 一手揪住她的衣领 一手拽住她的胳膊 骑在座位上 我们当然不是西良人 我们是东秦人 秦嬷嬷立声 总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丫头误会了她 而她也误会了这丫头 东秦人 叶绿千千又懵了 不是她笨 是她真的不知道啊 东秦 东秦哪里来的 太子啊 她窃窃问道 这话无疑是直接触痛秦嬷嬷嬷的心 她突然冷静了 手没有放开 而是冷冷定的一缕千千看 这家伙如此问 无疑证明了一点 她什么都不知道 也罢 一切都是徒劳的 还是把她带到边关去 直接问问韩子晴来的干脆 秦嬷嬷失落极了 什么都没有再说 也不解释什么 放开叶绿千千 转身就走 可是都快下马车了 却又突然停住 千千公主 你见过薛云黎歌吗 薛云黎歌 黎太子 他们是东秦的人 却压着她往大洲西垂走 叶绿千千迷糊而已 并不笨 她立马就嗅到危险的气息 不管她问薛云黎歌做什么 也不管她压着她一路往西 到底去哪里 必定是有阴谋的 见过 叶绿千千立马回答 薛云黎歌是天下第一秦师 她知道的 却从来都没有见过 当初她还昏厥的时候 薛云黎歌就离开了 沙丘子隔壁的医馆 她哪里知道 她在哪里 秦嬷嬷大吉 叶绿千千 毛子咕噜转了几下 有些胆怯 可是隔着垂帘 看不到秦嬷嬷 她还是毅然开了口 她在吸睛 秦嬷嬷大喜 猛地掀起垂帘 冷力地吸眸 直逼叶绿千千 胆怯的眼睛 吸睛哪里 你怎么知道的 叶绿千千 恨不得马上回避 她的审视 小手藏在背后 都紧握成全了 她逼着自己 去看秦嬷嬷的眼睛 只要她把这句谎话 顺理说出口 她就可以安全 回到西京去了 她一定要回答 尽快回去 脑海里闪过 老父皇沧桑的脸 闪过昔日皇兄宠溺的笑 闪过母皇临终时 对他们兄妹 对父皇的不舍 一切一切 都是叶绿千千的勇气 她连去西凉的勇气都有了 更何况是一句谎言呢 叶绿千千暗暗深吸口气 看得琴摸摸 某足了劲 某足了勇气 她一定要说 谎话 她一定要说出来 我离开阿克巴楚的时候 在皇兄那里见过她 她好像跟皇兄谈 谈什么琴谱 我没留心 只知道她是天下第一琴师 终于她说了 除了紧张之外 她的眼睛始终看着琴摸摸 相对于叶绿千千 如临大敌般的紧张 琴摸摸倒是没有什么 她只是错了错眉 有些惊诧 对叶绿千千 这皇帽小丫头的不设防 对离太子的担忧 将精明的她 忽视了叶绿千千的些许异样 你是什么时候见的 就在不久前 明沙祭典的时候 叶绿千千说吧 又怕琴摸摸怀疑 脸毛补充 她好像也是来明沙祭典的 听了这话 琴摸摸一直悬在半空中的心 终于是落了下来 她一直担心离太子命丧东海 如今看来 似乎这里头还有什么阴谋啊 她就知道离太子 不可能这么轻易就离开的 明沙山和离商和孤岛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离太子会来并不奇怪 和耶律臣已联合也不奇怪 像轩辕昭西那种东西 死不足惜 当年那是极力反对 女皇陛下再生育 如果只有一个轩辕离歌 那么轩辕皇室的一切 必定会全部倾尽在离歌身上的 哪怕就三十年的寿命 一样可以活得精彩 一样可以生儿育女 栽培皇位继承人呢 为什么要因为生命的短暂 而剥离她像常人一样 活下去的机会 秦默默思及此 心头忍不住涌出一股酸楚 刚刚还凌厉害人 此时那苍老的脸上 却浮现出掩藏不了的哀伤 她吸了吸鼻子放下垂帘 似乎不想被耶律千千 看到她的情绪 只是隔着垂帘 她还继续问 她是你皇兄邀请去的 阿可巴楚的明沙祭典 可不是说去就能去的 就连君北岳都要持有邀请函 才能参加得了 为此君北岳当初还当了一回西京 和西楚的谈判公正人 拨得西京皇帝好感之后 这才拿到邀请函的呢 可能是吧 皇兄的事情我都不怎么清楚 不过没有邀请函 他也去不了的 也屡谦谦且且道 没有秦嬷嬷的审视 他自在多了 也不那么心虚了 他不管轩原离歌 到底跟东秦有什么关系 敌太子到底是不是就是轩原离歌 也不管这老嬷嬷找轩原离歌干什么 他现在只有一个目的 一定要骗老嬷嬷 带他到阿克巴处去 后来呢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他离开了吗 秦嬷嬷又问 有些迫不及待 就那一次 我后来被司徒号男带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离开 这个要我父皇和皇兄才知道 秦嬷嬷眉头紧锁 离太子没有在海上遇难 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竟然所有信使都联系不上他 就连东秦有难 他也不管了 当初他在战船上 又是怎么逃生的呢 可是有证人看到他上船的 难不成 真的是他和一律陈毅联手 离开了战船 可是要他联手别人 拿韩子晴来养骨 又不太可能 战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太多的疑问 让秦嬷嬷琢磨不透 如今他面临两个选择 要么拿耶律千千去要挟韩子晴 战船上幸存者 只有韩子晴一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最清楚 要么带耶律千千回西京 同西京皇帝打探消息 无疑 去找韩子晴 是秦嬷嬷没有办法的办法 韩子晴可不是那么好威胁的 弄不好 满盘皆输 秦嬷嬷迟疑了片刻 又掀起垂帘 认真道 丫头 你确定看到的 就是玄缘黎歌 耶律千千没有想到 她还会掀起垂帘 吓得心跳都快停止了 却还是依然吐出两个字 确定 你怎么确定的 秦嬷嬷嬷追问 磨光冷烈 我 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好看的人 紫衣银发 像精灵族的王子 我就 我就问黄兄他是谁 他说是天涯第一琴师 薛 会有败在一个不安事事 单纯胆小的小丫头手上呢 他选择了相信 没说什么 选下垂帘便下令 改道 从西北侧 荒山谷 去阿克巴楚 听了这话 耶律千千一直紧绷的身体 这才彻底放松 重重跌坐回去 他忍不住开始大口呼吸 好险好险 只是很快 他便缓过劲来了 他成功了 有了这帮人的保护 他很快就可以回到阿克巴楚 不用再害怕任何人的追捕 可是 为什么他开心不起来呢 明明知道不能想 却还是控制不住回去想 明明都失望透了 却还是很不下心 却彻底地恨 他好想司徒浩南呢 好想好想知道 他现在在哪里 在做什么 是不是还在为他伤心 秦某某亲自在马车旁护怂 一改之前凌厉的脸 这么多天了 终于有了笑容 却是秦的眼泪的笑 不管怎么样 至少可以确定 黎太子还活着 他带了图腾的秘密 孤岛最大的秘密来了 黎太子可一定要好好的呀 马车一路向西北方向去 秦某某怎么会知道 一路往西北走 走到尽头就是墨北 就是轩辕黎哥所在的墨北了 此时 离墨北的篝火盛会 已经没有几日了 墨北族到处都充满了节日的热闹 玉小梦和玉大娘 也为过节而忙碌着 只有薛元黎哥闲着 他已经换上了墨北的服装 三千银发 用一根骨簪玩起 走在人群中 虽然这些日子跟大家 多多少少有些熟识了 却还是引来不少围观 今日 武林世家南宫家族的少主 为墨北族送来盛回鹤里 他想去看看 墨北族的篝火盛会 相当于是中原的春节 是一年最欢庆的日子 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丰盛的祭品 送到大祭司那里去 这一场祭司是全族的祭司 盛会那一日天还没有亮 全族的人无论男女老上 即便是墙堡中的婴儿 都要参加典礼的 而南宫家族的人 一般情况也都会全体参加 虽然他们不是墨北族人 血统里更没有匈奴或西凉的血统 但是为了表示友好 南宫长妹每年都会出席 在盛会之前 会提早差人送来贡礼了 司徒成和南宫山庄的关系 宣言离哥非常清楚 只是他对此并没有多少关心 不过是好奇而已 一只久闻大名 却从来没有见过南宫山庄的人 然而 就在他快到组长大殿了 玉小梦突然从人群中窜出来 一把拉住他 宣言公子 他从来不换玉小梦的名字 只叫他玉姑娘 无奈之下 玉小梦也只能叫他宣言公子了 宣言离哥不找痕迹避开他的手 不是去打猎了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跟我来 这边快点 玉小梦一脸神秘 知道宣言离哥不喜欢肢体碰触 便不再碰他 只是催促 其实他很早就发现了 他不喜欢他牵他的手 只是有时候太兴奋 就会忘记 怎么了 宣言离哥不解 哎呀 你快过来 他们都快点火了 玉小梦说着 忍不住又想拉他 可是刚刚伸出的手 却立马又缩了回去 这一刻 宣言离哥有些尴尬 玉小梦更是尴尬 突然就安静下来 低下了头 带路吧 还是宣言离哥开口 打破了尴尬气氛 快点快点 玉小梦立马恢复 兴奋地又跑又跳 往前面去 宣言离哥紧随起后 看着这个小丫头 欢乐的背影 唇盼忍不住 泛起一抹无奈的笑意 他并不想伤害 却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伤害了 很快 他便看到前面 一道火光冲天 在篝火盛会之前 人们总会迫不及待 点燃一些小篝火 大家伙聚在一起 再歌再舞 还有位置 我们来跳舞吧 宇小梦很兴奋 一下子就冲了过去 宣言离哥这才明白 他是着急来占位子呢 墨北族人喜欢围着篝火跳舞 传说离火最近的人 就能得到神灵最大的祝福 所以很多人会想前面的位置 宣言离哥可不会跳舞 他站在一旁笑着 我看你跳吧 然而 宇小梦还没有开口呢 一旁不少族人便催促了 宣言公子 过来吧 跟我们大家一起跳舞吧 宣言公子 快来 让我们一起接受神灵的祝福 宣言公子 快来吧 我们等着你呢 族人们很热情 一旁鼓塞乐声已经响起 一个少年等不及 便过来拉宣言离哥 宣言离哥不好拒绝 瞥见一旁一把鼓琴 便道 我不会跳舞 我为你们抚琴吧 你会抚琴 宇小梦惊了 嗯 宣言离哥说着 也不管他们答应还是不答应 便拿来鼓琴盘腿坐下 哼 第一声便强劲有力 立马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他太久太久 没有抚摸到琴弦了 都快忘记了自己是一名琴师 在众人的注目中 他旁若无人 甚至忘了他自己 他叹气了 战旗 坑坑然的琴声 强劲有力 悲怅燎远 原本热闹的场面 一下子变得壮阔不已 一旁的鼓手听了 他都忍不住为之叫好 他们从来都不知道 一个来自中原的 如此病弱的男子 能弹奏出如此悲壮的曲子 咚咚咚 很快 鼓手便附和而上 配合轩辕黎哥的战气 一声声为琴声 增添方刚血气 鼓声一起 族人们便都缓了过来 立马围着篝火起舞 唯有玉小梦 着了魔一样 看着轩辕黎哥 看他修长温柔的手指 弹出强有力的战歌 看他紫衣银发翻飞 一身虚弱憔悴 却也一身铁血蒸蒸 他 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琴声 鼓声 舞者的吼声 交织在一起 在熊熊烈火的应照下 强筋壮观 定旁观者都忍不住 跟着心潮澎湃 不知何时 周遭已经围满了人 就连墨北族 在族长和南宫三少主 也围观过来 这位琴师 南宫三少主纳闷不已 因为琴声止步 也因为这琴师而止步 这位琴师 他似乎在哪里见过呀 这是族里一个小姑娘 就会来的 中原来的 族长笑着 明显对薰原离歌 很满意 中原来的 南宫三少更纳闷了 盯着薰原离歌 那纷飞的银发看 突然惊诧了 楠楠自语 轩原离歌 如此银发 如此琴术 难不成 他就是传说中 天下第一琴师 轩原离歌 他叫什么名字 南宫三少问道 轩原是 单名一个生子 族长回答 并没有发现 南宫三少主的惊诧 注意力都在 轩原离歌身上 原来啊 三少主可以肯定 这个人就是 轩原离歌 只是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南宫家族 从来不关心天下事 南宫三少主 也没有多放在心上 又和族长 驻足了许久 这才离开 感谢观看